世界上真的有小人国吗 曾经这里的人一直长不高 即使已经长成了成年人 身高也就一米多一点的样子 而且看起来就像个小孩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原来这里地处荒凉 常年干旱少雨 村民们基本上吃不到蔬菜 穀物大麦和沙澡 就成为了他们的主食 因为营养不良问题 使得这里的人发育受到影响 因此这里被称为小人国 他们居住的房子非常有特色 门口只有不到一米的高度 人要是想进去 要么拱着腰 要么只能爬进去 房子的窗户也只有拳头的大小 然而这样的房子 在这里足足有几百件 放眼望过去 简直就是放大版的蚂蚁巢穴 在伊朗有一个名叫 马库尼克的村庄 据说已经拥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2005年的时候 考古学家在村庄附近 发现了袖珍版的木乃伊 尽管最终正是一名 400年前的早产 但考古学家认为 这里就是矮人国的所在地 随着很多地方电台前来争相报道 这才让小人国的消息公之于众 于是一些爱好旅游的游客 主会牧民来到小人国探访 布鲁克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这里的交通闭塞 他是转乘飞机大巴摩滴 才到达小人国 还没有走进村庄 就被眼前一个个土坯房子所吸引 他挑了一间最普通的房子 站在旁边 房子的高度还不及他的身高 他瞬间就感觉自己 像是一个巨人物 闯进了小人国 在纵横交错的小道中行走 他很快就遇到了当地的小孩 他们天真无邪的样子甚是可爱 只是没想到他们的童年 竟然有玩具飞机相伴 从他们的外表上来看 其实和正常身高的小孩 没有多大的区别 在告别两个小孩后 布鲁克又遇到了四位村民 热情打招呼后 发现他们对陌生人很有善 而且还介绍起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闲聊中布鲁克得知 他们这几个看似孩子模样的村民 其实都已成年 真是难以置信 和村民们告别后 布鲁克看到一位大姐手里拎着水壶 原以为她是准备回家做饭 可透过上面的铁丝网 才发现原来她是在给家禽喂水 看来这里的房子不都是给人住的 随后布鲁克在村里遇到了两位游客 他们正被当地的村民们 指引着到处参观 游客指着房子墙壁上的洞口 说这就是房子的窗户 可以保证房间内外空气流通 他们还在窗户上插了一根木棍 防止野生动物闯入 随后又带着布鲁克 准备参观一下房子内部结构 房子大门很矮 村民笔划着只能攻着腰 才能钻进去 房子里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里面显得有些杂乱 墙壁上凿出的三个壁刊 是专门用来放置餐具的 插上木棍就是用来挂衣服的 而在靠近门口的位置 就是他们的灶台 屋顶上方用几根粗木当框架 再铺上一层树枝作为承重部分 四周墙壁和屋顶都是用 泥土和干草混合的粘土覆盖 门口的储物格子 是他们专门用来摆放古兰金的 整个房间内部的高度 只有一米五左右 可想而知他们的身高能有多少 早在以前这里的雨水还比较充沛 为了防止屋顶积水渗透进房间内 他们还专门设计了排水系统 看似粗糙但却很实用 据了解这些房子之所以建造的如此矮小 并不是因为他们身高的原因 以前由于交通不便 加上能用来做苦力的家畜又很少 当地人就只能用人来搬运建筑材料 如果把房子做得小一些 就意味着少出一点力 同时这种房屋的建造样式 几乎可以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如果遇到入侵者 就不那么容易被人发现 如今随着地区环境的稳定 很多村民纷纷在不远处的山丘上 盖上了石头房子 房间内部格局也好了很多 加上当地又通上了店 有些村民家中都使用上了现代科技 不过有些土房子依然还有人在居住 就好比大门上了锁的 通常情况下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住 因为习惯让他们无法割舍住土房子的情怀 所以他们宁愿一直守护着 老奶奶的子孙如今都在城里打工 独留他一人过着不闻事事的安静生活 他说他的子女们每周都会给他带吃的回来 而且是他以前从未吃过的食物 因为这里能用来填饱肚子的食物实在是太少了 主要原因还是这里的土地根本不适合耕种 在离村庄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处水源 也是附近唯一能取到饮用水的地方 通常打水的任务都落在了小孩子身上 他们对外访人员并不害怕 反而在布鲁克面前显得非常的乖巧 按照他们的打水速度 他们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在路途中度过 这里远离工业所以水质非常清澈 源源不断的泉水顺着水管流至水区 然后到达洗浴中心 这个方方正正的房子是当地男性的专属 而另外一个则是为女性打造 以前每到傍晚的时候这里还能看到热闹的场面 现在由于家庭条件好了 村民们便不再使用这里的浴室 顺流而下的泉水最终会流入下游的水池 而这些水就可以用来公生畜饮用 作为一处常年有水的地方 村民们在这里种植上了沙枣树 以前树上接的沙枣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食物来源 土地的贫瘠加上恶劣的环境迫使村民们不得不另谋出路 如今村庄附近已经修建了一条公路 村民们可以借助交通工具前往城镇工作 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他们的身高也在逐备递增 和我们国内有些相似 年轻人大多喜欢城市便利丰富的生活 而年迈的老者则喜欢简单朴素的生活 虽然生活在这里感受不到任何的便利 但是依然还是有人难以割舍生育自己的地方